亲爱的各位同学 下面我们开始讲新概念第三册的第三课 就是Lesson 3 An Unknown Goddess 无名女神 想马上一下 咱们先看一下这棵书的生词和短语 请同学打开书 Open your books at page 22 打开书到22页 咱们先跟老师一起读一下这棵书的生词和短语 Now read out me Goddess Goddess Archeologist Archeologist Egene Egene Explore Explore Promontory Promontory Prosperous Prosperous Civilization Civilization Story Story Drainage Drainage Wor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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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c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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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rag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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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mains Remains Classical Classical Reconstruct Reconstruct R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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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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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alle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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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raceful Graceful Identity Identity 大家可能还记得有些单词呢看着熟悉 你像Identity这个词我们在第一个就曾经讲过 好 下面我们来看看这个书的一些重点词汇 首先先看第一个重点词就是考古学家跟老师再大声读一遍 Archeologist Archeologist 注意这个词呢有两种不同的词法 那么在单词表里这个是英联邦国家的词法 在美式词写里面呢把这AE两个字母去掉前面这个字母A 而拼成字母E就好了 都是考古学家 那么这个考古学家我们有几个相关词汇 当然第一个先看看考古学 考古学呢就把后面那个Ist去掉之后换成字母Y就好了 我们大声都变 Archeology Archeology 这是指这个学科叫考古学 对吧 那么这个词啊个儿比较大 咱们记住越大个儿的单词咱们越喜欢 单词个儿一大一般就有字根 这个就不例外 你像前面这个ARCH 有的时候呢会加上字母A 有的时候没有 什么意思呢 出现这个拼写一般都表示Ancient 表示古代的 考古学嘛 当然离不开古代的 看一些例子 比如说这个词本身当形容词 就是古代的古老的 在咱们六级考研托弗亚斯里面都有 跟老师大声诺一遍 Archeic 再来一遍 Archeic 这个词表示古代的 咱们看一些例子 比如说Archeic words 一些古代的文字 古代的语言 Archeic civilizations 表示古代的文明 古代的文明 所以呢这是古 考古学跟古相关 后面还有一个 Logy或者ology这个配写 这个也是有来头的 这个Logy 有的时候加上字母O 有的时候没有第一个O也行 都表示to study 去研究的意思 而后面那个IST呢 又表示人 研究古代 叫考古学 研究古代的这个人呢 就是考古学家 就好记了 你看我们 把它一来看一看 Archeology 研究古代 是考古学 研究古代的人 叫Archeologist 就出来了 对吧 举一反三 多看几个 你现在这个Biology 叫做生物学 因为前面这个BIO BIO 三个字母放在一块 表示Life 生命的意思 研究生命的这个学科 叫做Biology 叫生物学 BIO表示生命 特别常见 我们在后面还会看到 Biography Graphy G-R-A-P-H-Y 可以表示Write 写字的意思 写你的一生 是不是叫传记呢 Biography 我们再读一下这生物学 Biology 研究生命 生物学家当然是 再来一遍 Biologist 这就好记了 再看几个 你看这个叫地质学 后面是地质学家 特别好记 为什么呢 前面这个Geo 三个字母放在一块 一般表示Earth 大地的意思 研究大地的学问 叫地质学 大声读一遍 Geology 研究大地的这个人 就是地质学家 再来一遍 Geologist 这就好记了 我们再看复杂一点的 这个词叫心理学 后面叫心理学家 或者心理学医生 因为前面这个Psyc 表示mind 精神心智的意思 研究人的心理 叫心理学 注意这个P不发音 大声来一遍 Psychology Psychology 研究人的mind 那么心理学家 我们再读一下 Psychologist Psychologist 也可以表示 心理学医生 都可以 我们再看这个 我们知道 ology是研究 前面这个Physic 表示身体的意思 我们这是身体的 或者物理的 叫physical 研究人的身体 不是心理了 这个翻译成生理学 我们再大声读一下 Physiology Physiology 那生理学家呢 当然就是去掉外 变成IST 再来没 Physiologist Physiologist 生理学家 个儿再大一点 我们到了心肝剑四测 第一课 就会碰到人类学 和人类学家了 我们看到前面 这个A-N-T-H-R-O-P 这个anthrop 本来就不是human的意思 研究人叫人类学 我们大声再读一遍 Anthropology 再来一遍 Anthropology 好 我们再读一下 人类学家 Anthropologist Anthropologist 好 这是人类学家 所以由考古学 这个词 举一反三的 咱们可以把 同根词同时记住 用自根自首的方式 记诞词 确实快速 而且可以帮助 咱们推测一下 生死含义 好 这个重点词 我们跟老师看到这儿 下一个比较重要词汇 就是这个经济方面 繁荣的 有钱的 我们跟老师 再大声读一遍 Prosperous 再来一遍 Prosperous 它表示 经济上比较繁荣的 那么这个词 也是我们考试中 一个重点词汇 在写作中 大家也可能会用到 咱们看看 这个词的一些重要用法 先看一些例子 比如说 我们看 一个比较繁荣的国家 A prosperous country 一个生意兴隆的 一个商人 A prosperous businessman 指人指数都可以 这繁荣昌生的 兴旺的都可以 那它的名词形式 在第三个书后题 就考到了 是哪个词呢 就是不可以数的名词 繁荣 跟老师大声来变 Prosperity Prosperity 这个表示繁荣 注意不可处 经济繁荣叫 Economic Prosperity 叫经济方面的繁荣 我们再看一个例子 这个在1999年 亚洲金融危机的时候 当时的总理 朱镕基总理说 我们将不惜其代价 维持香港的繁荣和稳定 咱们看这句话 是怎么说的 叫 We'll keep the prosperity and stability of Hong Kong at any cost at any cost 叫不惜一切代价 这个Prosperity 叫做繁荣 注意不可处名词 还有稳定 经常跟它放在一块 去出现的这个词 我们再大声读一下 Stability Stability 当然这个词 形容词叫Stable S-T-A-B-L-E 名词变成Stability 不惜其代价 维持香港的繁荣和稳定 同样在我们看 比较著名的 马丁路德金博士 我有一个梦想 I have a dream 里面 也出现了这么一个 Prosperity 这个用法 我们看这个片段 是怎么用的 咱们先欣赏一下 当年这个演讲的片段 100 years later The Negro lives on a lonely island of poverty In the midst of a vast ocean of material prosperity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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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丁路德金博士就说了 100 years later 再过了100年之后 The Negro lives on a lonely island of poverty In the midst of a vast ocean of a vast ocean of material prosperity 那么这个黑人 黑人依然生活在一个贫困的孤导的孤导之上 这用了比喻了 我们看到贫困贫穷刚好是繁荣的一个反义词 咱们大声再读一下贫困这个词 Poverty 它就是这个poor 这个熊词的名词形式 然后呢 在什么呢 In the midst of 这个mist这个书面 就相当名词 middle 就像In the midst of vast 广袤的 这个 这个 这个面积广大的 在物质繁荣的 广袤的海洋之上 那么 黑人生活在贫穷的孤导上面 就说明周围的白人 都是那么富裕 都是小康 甚至大康了 对吧 但只有黑人 孤零零的生活在贫困的孤导之上 好 把这片段咱看 能不能再听一遍 看待第二遍 能不能像听诸文一样 清清楚楚 那咱们再来一点 100年后 The Negro lives on a lonely island of poverty In the midst of a vast ocean of material prosperity 好 这是它的名词形式 叫繁荣 那同样我们在生活中呢 用动词用的也多 就是兴旺繁荣 我们直接把后边那个 椅巴把它砍掉 只剩下这么一个搭配 我们大声读一下 Prosper Prosper 就是动词 繁荣 来注意 直接当不纠动词来用 我们看一个例子 比如说 A company can prosper without investment 一个公司 如果没有投资的话 就难得兴旺繁荣 就很难繁荣 Prosper 直接当不纠动词来用 就好了 那么在写作中呢 经常可以有单词 跟它替换 哪些词呢 好几个 我们把最常见的看一看 我们给老师大声读一下 Thrive 再读第二个 Flourish Flourish 好 这两个词都可以表示 兴旺 繁荣 这个繁荣 跟它一样 是不具有动词用法 咱们刚才例子可以替换 A company can thrive 或 can flourish without investment 这个答案也可以替换 如果少了投资的话 一个公司就难得兴旺 好 那么 这个词呢 两个词有它的本意 我们知道 Thrive 和Flourish 本来是表示植物 枝繁叶貌 这个跟中文类似嘛 我们在中文中说 繁和荣 也是表示古文中 表示这枝繁叶貌 指植物 派生意才是经济方面的东西 你看它的本意 Plants that thrive will flourish in tropical rainforest 大家可能还记得 在第一个我们讲过 Rain forest 叫雨林的意思 在热带雨林中 茁壮成长的植物 本来是表示植物 枝繁叶貌 派生意叫繁荣 可以这么用 那么它们的形容词形式 类似于prosperous 这个繁荣的 咱们直接可以用 它的形容词形式 就是ing来代替就好了 我们大声读下 Thriving Flourishing 就相当于 刚才我们讲的 中心形容词 prosperous 比如说 A thriving 或a flourishing tourist industry 一个繁荣昌盛的旅游业 非常兴旺的旅游业 好 这是我们看到 繁荣这个词 prosperous 它的词形变化 还有相关一些词汇的替换 这个重点词 我们跟老师就学到这 感谢观看